大家有感动吗 有 那个初初的爸爸是国宝级的京剧名家 是国宝级的 中国最顶尖的 而且这母女之间可能这个父亲的话题是个禁忌 他们不会去说不会去聊 那通过这个节目 他们都会把这件事情成为两个共同一起共同度过的一段 应该是2011年来的节目 我跟你说爸爸的身体已经查出有问题了吗 他其实一直都是肝炎嘛 是慢性病 在我三岁的时候 我三岁有一次不小心把暖水瓶打翻了 然后水烫在爸爸的脚上 因为他过两周有很重要的演出 然后脚肿了 没法穿靴子了 京剧院的人就很着急 说让他去医院里输一包血浆 这样血液循环快就会好得快 后来妈妈说医院都停电了 然后那个 现从冰箱里拿出来一包冻的 用暖瓶的那个热水给化开了以后给他输的 然后就是那包血浆里有C肝的病毒 所以他就感染了肝炎 什么时候哪年啊 他三岁 当时得了饼干以后这个病非常厉害 好像这边都治不了 饼干那么 传染性非常可怕 对 就是说那这个传不传染人 医生也不能下劫了 怎么样传染 当时他说那个 那我们说那那生活当中会不会传染 他说如果说 他破过了 出过血的 留在这儿了 或者你一下子你打破了 摸到这样 他曾经摸过 那可能就会传染 那就是 真的是很心情的病 不知道怎么办了 当时什么办法都试过了 完了去日本啊 新的印象特别深 因为那时候是2003年你跟我讲的 我不知道记忆有没有偏差 对 当时是宋佳老师最红最红的时间 他把所有的戏都停掉 演艺事业全部放弃 陪着先生在日本 就在那治病 对 在日本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八王子的那个 新制作作的那个 要请他能演出 能一起 金剧跟他们的这个话剧 能融在一起的 特别有想法 说我先给你治病 那个那个针 一针就要和人民币一万多 每天打一针 每天打一针 那么住在日本的医院 也是很贵的 这个 这个每天开房啊 所以我就觉得 哎呀 人家花这么多的钱给你治病 我们不能待着 我就学日语的歌 学了好多日语的歌 去 完了去干嘛呢 因为他们在演出嘛 我觉得通过这个 我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啊 在提前半年多 我不管你是不是主演 你都要去推销这个演出票的 怎么推销呢 就拿了大黄叶的电话本查 我今天去的是这片区 完了这片区 有哪个哪个企业 我都要捋下来 上午跑四家 下午跑四家 我就跟着他们 就这样跑了很久很久 就推销他们的这个票 后来演出的时候 我要站在主演的里边 跟他们一起欢迎人家 就是来看戏啊什么 我觉得 真的是那段时间 只要能把病治好了 让我们干什么都可以啊 但是 真的这个病很可怕的 很顽固的 而且他那个身体呢 是不能生气的 转胺眉一会儿就高上去了 一演出累了 转胺眉一会儿就了 他要静养 再加上我那时候 二十多岁 可能从别人来理解 觉得张楚楚 妈妈和爸爸 应该是恩爱到底 不应该分开 那么作为我那时候呢 我觉得 我们分开才是真正的爱 因为那时候他特别小 我妈妈又住在 大家住在一个屋檐下 一个小房间里啊 你这样子 不知道怎么样的 就会传染 然后全家都得了这个病 是很大的悲哀 完了呢 我事业心又特强 正好飞黄腾打 我事业正好获奖 一个一个 就是一个一个戏 这样的 我最后呢 就是 我也不知道 我应该怎么样选择了 是选择事业 还是选择家 选择家的话 京剧演员那时候演出 一场演出才给 几块钱 我最起码那时候拍戏 我拍一部戏 回来还能拿几千块钱 所以 我也当时在 就 就在平衡自己 到底应该怎么样 那我想 你 人在一起 总归要有 年轻 磨擦 要吵架 什么 那么吵架 他身体就会不好 所以 我们很友好的分开了 分开了 我们是好朋友 一直是好朋友 我到北京也会看他 他也会来青岛 住在我们家 有的到上海啊 什么 因为我们总是 带着他 跟爸爸一起吃饭 放假了 你快去看爸爸 到了没有 完了 在爸爸家跟我讲话 到了我们家了 爸爸打电话 他讲完了 我再跟爸爸讲 就从来没有说 离婚了 你爸爸混蛋 你怎么样 从来没有这样的 就是说 楚楚的性格 他很压抑 开心不起来 不是因为爸爸妈妈的离婚 因为我们的离婚 没有造成 对孩子的一种 很大的伤害 说阴影 其实他从小 就是因为他觉得 这瓶暖水瓶 就是让爸爸 得了不治之症 是完全他造成的 他一直有一种 愧劝爸爸的这种 这个十字架背了二十年 对对 背了二十 二十多年 就是这么多年来 不管我们带他去 比如说我拍完戏 很开心了 赚到钱了吗 要请他 吃大餐啊 买衣服 干什么 他总是这样子 还行吧 你怎么样喜欢吗 还行吧 就永远是 你看不到他的一种 很热情的那种感觉的 叔叔你觉得现在呢 好了吧 会越来越好 因为 爸爸临终前跟我说 说 说这不是我的错 说这就是命 但是爸爸那天去世的那天 他也很愧疚的 因为他在拍戏 结果突然接到了电话 接到电话就说 叔叔你快回来吧 说爸爸 这次真的要不行了 其实那天 爸爸已经打了三次强行针 等着他回来 他呢 那天 那场大雪 一下子把飞机场全部 封闭了 他就去买的那个动车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上海到北京的这个票 完了 当时呢 他 在火车上呢 就一直的就 想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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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他自己话讲 就害怕再接到这个手机 这个电话 那再接到肯定就是不行了嘛 越怕 电话真的就来了 三点钟的时候 说叔叔快点 因为他五点钟 才能下火车 叔叔快一点 说跟爸爸讲话 爸爸那时候就等他说 他说 我 我等 我不能等 叔叔回来了 完了 我就要 我走了 完了就说 叔叔快在电话 跟爸爸讲话 他就在电话里 喊爸爸 爸爸就这样 所以当时他就在 火车上跟风了一样的 就 啊 就喊了 他也不知道身边有什么人了 就 等着他 五点多钟 到了北京 堵车 再到了那儿 爸爸已经在 太平间 那个大兵 那个 那个 他就一直守在 这个爸爸这边 完了 等着爸爸这个 那天就是向一体告别的时候 我从青岛也飞过来了 完了 我就在那个附近的宾馆 我就 安排好了 怎么样不堵车 怎么样能能第二天正常地去 完了 我说 处处你回来睡个好觉 他说妈妈 你让我最后陪爸爸一枪吧 就是他 那天晚上都要陪着爸爸 但是我觉得 我女儿真的 他让我很感动的是什么呢 第二天爸爸火葬 火化完了之后 他就发了一条 微博 他就说 再见了 我的帅老头 如果男生再有缘 我们还做 妇女 所以 我觉得 我觉得那张照片 他是被笑着的 但是我能看到他 内心的一种 就是到极致的那种痛苦 我觉得 张大师在天堂 能够看到他如此深爱的两个女人 还这么崇拜 和深深地爱着他 他一定会很欣慰 很幸福 而且他一定能听到那首歌 今天清明节 我们俩干了一件很傻的事 我们在北京录完了 国色天香 忘记了清明节 回北京 回上海了 因为上海那边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回去了 回去了之后 他们说明天是清明节 清明节 我说那我得回青岛了 因为 我爸爸 我们家 老人都在青岛嘛 也是去世的 要做很多 我说 叔叔那你赶紧 一早 飞走 他是 他是晚上就走了 晚上来北京了 我晚上回了青岛 结果 清明节那一天 他说 哇 这路堵得像一条龙啊 完了五个多小时了 到了下午两点了 才赶到 我说你给爸爸 那个 这个 献花了 我说 我给爷爷 粉也擦了 爸爸粉也擦了 都献了 花了 他说 我还把 写给爸爸的这首歌 放给了爸爸听 我说 爸爸有什么感应吗 他说 肯定能听到的 妈妈 我说 那就行 我说 只要爸爸能听到 你这首歌 你对爸爸这种 愧疚 爸爸这种爱 爸爸都能理解了 那时候吧 竹竹特别小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我跟张一金的结婚 其实我爱他 胜过他 爱我要更多 因为我对他这个人的爱 还有我对这种国粹金剧事业的 这样的一种爱的成分 都在这个人身上体现了 他不仅仅是我从今的丈夫 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 了不起的艺术家 我们的离婚 好多成分 就是他太热爱艺术了 真的热爱到极点了 因为我觉得 我生活当中 我也要一个丈夫啊 你比如说啊 我们在一起聊天 我跟他讲一个很 重视的一个 一个主题的话啊 一件事情 他还在看着你跟你讲 你讲完了以后吧 你哎 怎么样什么的 他还没有出来 完了你说哎 哎干嘛呢 啊 你说什么 他不知道你跟他说的什么 他还在他边的唱腔 然后他晚上躺床上吧 你跟他讲什么东西啊 他上了厕所吧 他也拿着他那小路易机 他在边唱腔 不停的 他那他喜欢做菜 楚楚爸爸做菜特别好吃 哎 一面炒的菜 一面唱腔 他整个人就把他自己全给的艺术啊 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 你们的那种夫妻的那种 很情那种 因为他已经走火入魔了都 他已经把他的艺术 全部入到骨髓当中了 都这样子 但是我感觉你很崇拜的 对 非常崇拜 到现在我也很崇拜 正因为他这样了 他才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 楚楚现在大作 我觉得属于未来的事业 就是 事业的机会特别多 还是想往演艺圈发展 对吧 嗯 做演员 因为当初初心回来就是因为很热啊 所以不管多艰难一定要坚持 一定会很艰难 但是就像你妈妈说 你要做一个好演员 你就要享受这份经历 包括曾经爸爸的故事 都会让你去塑造角色的时候 去体会人跟人之间那种情感 而且我爸真的是一个特别敬业的人 所以他对我这方面有很深的影响 嗯 那你有什么话要对妈妈说 我觉得你妈妈最近被你带着 真的 特别好 你有什么要对妈妈说 嗯 不用说了吧 因为 我一直会陪在他身边 嗯 一直陪在妈妈身边 谢谢